人气话题来看到 中秋廉价即将到来 国旅可能会再次爆发 交通部观光局也统计了 光是在中秋节当天 东部地区的平均定房率 就要近低七成 位居全台之冠 实际造访花东地区 旅宿业者也说了 这中秋廉价部分饭店的定房率 甚至有高达九成 还有不少民宿都已经客满 连国际廉价定房率 同样是强强棍 看来业者全力备战 要来抢工廉价商机 大批游客一大早就挤在 花莲海洋公园抢着入园 这是暑假期间 国旅大爆发的场景 如今中秋廉价即将到来 人挤人的场面 预估将再度上演 交通部观光局统计 中秋节当天 东部地区的定房率 逼近七成位居全台之冠 估计涌入23万人住宿 其次是离岛地匙 定房率最低的则是北部地区 实际造访花东旅宿业者 不少饭店民宿房间近乎客满 目前的廉价状况 其实前两天已经都爆满了 那第三天的状况 应该到八成到九成差不多了 台东市区的住房率 目前大概中秋大概有八成多 那随着接近中秋 我们预估住房率突破九成没有提 面对廉价定房 业者乐观看待 而中秋廉价后双十廉价紧接着到来 定房依旧强强棍 这两个廉价的部分 我们比起去年同期来说的话 的确是有成长的 预计成长到三到四成左右 数字都是表现得蛮好的 两个廉价 观光局也预估 屡次会出现分流 民众可以好好规划出 由时间避开人挤人的高峰 记者综合报道